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选后 房市买气回升 专家点关键 不太容易有变化 那随着九合一选举的落幕 选后房市买气 是否能够回温 专家认为 中央银行启动升息循环 已经影响了购物的意愿 只要央行持续升息 预估买盘将持续观望 另外景气也是影响房市重要的因素 产业好 房市自然就会好 那房市因为近年面临 政府高举打炒房的大气 加上央行三月启动升息循环 不会是震荡等等的影响之下 房市买气偏向低迷 观察今年前十月的六大都会区 买卖转移动数 合计为204591栋 年减了4.4% 第三季的预售屋 成交量比去年同期衰退了49.2% 那专家就有表示 之所以买气他们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是因为相较于中央选举 地方选举推出来的重大建设 其实立即点较少 因为毕竟不是中央嘛 而且会集中在社会住宅啊 比较偏地方一点的议题 对于要带动房市回温的效果 其实是有限的 那就由代销龙头的总经理认为 台湾房地产本来就是浅跌至市场 涨跌快速且频繁 虽然现在央行升息 对房地产的冲击不小 但关键是在景气 选举反而不是影响今年房市表现的重点 而是高通膨 经济孔线路大衰退 等大环境的景气因素 这是他们的想法 我觉得最后这个代销龙头是吗 讲的其实很对啊 你看会做代销龙头讲的没有错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景气 景气好你口袋有钱 你要买房子有什么问题 你钱多了你总是欲望会多嘛 你可以买东西嘛 而且你想买以后 你又买得到嘛 我每天坐在这边我也想买房子 但是问题是我今天就景气不好 我口袋没有钱的时候 我也只能坐在这边想啊 那我是无时不刻都在想啊 但是问题是我真的能够走去 把钱掏出来下手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吗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银行的吗 利息吗 其实讲实在话 如果说你真的是景气还不错 你身上有点钱的话 银行愿意带 利息高点 其实你都还买得下去 但你愿不愿意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你买得了吗 但是如果说你的景气不好 你的收入都受影响了 那不是银行带不带你钱的问题了 更何况银行不会带 你收入有问题的话不会带你 那这样的状况你怎么买 就买不下去了吗 台湾的房地产售景气 不要说台湾啦 其实我觉得全球都一样啦 售景气影响都是很严重的啊 先讲什么11住行 这个已经有顺序了吗 你第一个还是11吗 那住排到后面吗 你可以租啊 像之前2008的时候 美国不是一堆人 连帐篷他也都可以睡吗 尤其现在台湾 现在不是也流行露营风 真的你在他们去露营的话 他们好像也可以活啊 随时澳洲 如果说景气不好 那我想这个其他东西都不用谈了 那再讲说这一次的选举 选后是不是会造成房市会特别好一点点 有人想营造 但是我觉得营造不太起来 这的确是 因为你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些措施 能够激起比较多的兴趣啦 最后都还是要回到市政啊 现在大家比较希望的是什么 那上去以后 赶快去查一些贪腐的问题吗 居住正义的方式要去解决吗 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会带动房市吗 我觉得可能不要去拉垮就可以了 反而我觉得这个对于房市虚长的空间呢 是有机会去做调整的 之后会不会让更多的资助客会愿意进场 会啦 不太可能像之前一样涌入啦 像大海这样滔滔一样来 没有不太可能了 是大家陆陆续续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买卖房子的状况啦 你就就回想以前又要用车子来比喻了 不管什么车子大卖你觉得还好啊 买车大概就是这样子嘛 那时候还有景气稍微好的时候 一堆人拼了命去买车 然后车子要等很久都是一定要买 二手车还长得比新车价还要贵了 你只要现在你要买二手车 马上就可以拿车 但价格我跟你新车价格一样 我可能开了三个月四个月 车子你都开旧了 还跟新车价格一样 那只是你不愿意等嘛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口袋有啊 就有人就接受了嘛 那你会觉得这个状况很怪不正常 就像前段时间的房市 你会觉得哇是不是有点过热 那接下来要走的路 他就是比较正常你买房子 或者你买东西正常的状况啊 没错我我有看到这个代销龙头 他有另外一则新闻 他认为房地产是资金最好的停泊处 他说房子买超过十年 房价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 因为房产的价格 都是在大涨小回的状况 如果有需求 其实任何时间都是好的买点 重点是你要有需求啦 那他就有表示 因为今年下半年受到 科技业趋化库存的压力 受险业房易险的亏损 股会双杀等等的利空消息影响 房市买气有降温 专家指出 现在就是把所有动作放缓 毕竟房价弱像过去这样飙涨 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 短期涨跌的人 你应该要去做股票 当期来看房地产是最好的停泊处 对了他可以这样去讲 但也许有的人不认同 不过我的立场我是认同的啦 但是他不应该飙涨 他慢慢的房价还涨上去 我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有人讲说其实现在房子这么多 房子已经功过于求了 市场上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说老房子四五十年的房子 你也纳入统计这样不太对 那有些人买这些房子只是为了等都更 但现在多数年轻人 其实都还是希望买新房子 你也不能说台湾的车子很多 每个人平均都一台车 不是有的是老车子旧车子 这种感觉大家希望能够开新车 我希望能够住比较新一点的房子 那新一点的房子 然后在新的一些区域 那他供给的量够不够呢 也许还没有很足 如果说我今天只是去买那个五十年的 四十年的老房子 你说他要一直涨 这可能也有点问题 除非你的地段真的是超级精华地段的 那你为老都更以后 你可以大赚一笔的 不然的话 其实他也没有说都是一定一直涨上去的 但是房子在前面十几年 这样的涨幅是会有的 尤其前面十年 当然他刚刚分析很多 我觉得这段时间的一些状况 是十分合理的 他只要不要是飙涨的 他还涨的 我觉得其实是ok的 因为刚刚讲的重点是 多数的人他想要去那个地方住 所以那个地方需求增加了他的房价 自然而然的会慢慢涨 再来是以北部来看 已经很少说三代同堂了 但还是有啦 或者说比较少 会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多的父母亲愿意接受 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以前是可能很难接受的了 但是现在都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就会衍生出很多 比较小宅的机会 小坪数的 可能父母亲一间 我们一间 然后自己还有兄弟姐妹一间 偷天卖掉 这样的状况会慢慢产生 会觉得奇怪 那这个人口数没有增多 那为什么这个房市的需求还是会有 那可能就是生活形态的一个转变了 像这样子的状况 房市长期看起来会是涨的 但是关系到你买房子的 就重点这三五年之间涨幅或跌幅 你要选择在对的时间进去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说 这次的选举在选后 会不会能够造成看房的热潮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了 因为要过年 而且现在景气的状况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了 为什么讲过年 是因为听说好像这一次很多人的年终没有了 甚至有的是年终减半的 我讲的这是科技产业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不是收好自己的荷包了吗 到了明年我相信过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会再看一下 看一下之后才会陆陆续续的 你才会感觉好像 稍微回到比较正常面一点点 这段时间应该还是会有个波动 这两个礼拜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预测是 选后应该不会有看物的量 这两个礼拜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有这个量的增加 也许会不会自己打脸 但我们自己猜应该是不至于 没错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凡老奇 拜 拜拜